11月19号下午 2014年央视马年春晚第二场节目审刊在央视举行 当天共有五首歌曲 六个语言类节目和一个魔术节目参审 和一审一样 此次审查采用了现场表演和审刊两种形式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 春晚总导演冯小刚 副总导演赵本山 以及马年春晚和新团队成员严肃 先后从西门进入央视演播楼内 他们三位也是当天审查的评委 据悉早在中午之前参加审查的演员 就已经共同乘坐一辆小巴车 进入了央视内部等待审查 而下午5点20分左右 蔡明、岳云鹏、华少、树焕等人 又乘坐小巴车离开 看到有记者拍照 有人还将脸挡得起来 和一审相比 二审语言类的节目比重有所加大 但备受关注的赵本山 此次依然未带来任何节目参审 就连他的徒弟们也没有任何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他的徒弟们也没有任何节目参加审查的 他就连他的徒弟们也没有任何节目参加审查 他就连他的徒弟们也没有任何节目参加审查